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捨華讓人周賢 周某人現在來談談這個 山國岩利的作者 羅冠宗,還有施難菸 施難菸是水湖冠的作者 這兩個人齁 的一些菸檐 在這邊跟這位做一個報告 羅冠宗齁 他活到七十歲 他是什麼呢 岩墨 名出的人,山西太岩人 那施難菸也是 岩墨 名出的人,這兩個人都是 就是經歷兩個朝代,岩朝跟明朝 這個羅冠宗齁 他在山國岩利有描述 他認為說這個 這個什麼 呂貝爾的江山是哭出來的 他很愛哭,他把它描述為這樣 但是根據那個證實 這個承受 這個是前輩,他習近人 他問別人齁,其實他寫的 他覺得說 他反而說那個什麼 曹操跟孫乾 常常哭 當然是演戲的 因為這個一代奸雄嘛 蕭雄 其實劉備也是蕭雄 如果根據這個陳壽的描述 一樣是蕭雄 他們都是假裝有時候哭 這樣喔 博己同情 現在我們看看 現在2018年11月底 你看這一次 前幾天那個險戰一樣 好多人在哭啊 為什麼 這江山本來就是哭出來的嘛 但是陳壽他的描寫 他把那個 劉備他反而 把他描寫成 血氣荒剛 滿勇豪邁之人 他比較少哭 反而那兩個人 那兩個傢伙 一個孫乾嘛 曹操 這兩個人喔 經常哭 哭得比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劉備多很多次 當然那羅冠宗他把他改了 因為他小桌子 天馬行空 劉備很愛哭 這兩個人比較尖雄 他們不太哭的 那當然誰對誰錯 就各位心中一把處 他這個人喔 羅冠宗其實他這個人有一個優點 他就是喔 對前輩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謙心 其實他早先會變成作家喔 要感謝的一個人就是施奈焉 施奈焉喔 大約比那個羅冠宗喔 他們同時代的人 大約大二十歲左右 也許大十九歲或是二十一歲 不太清楚 反正就大概二十歲左右 對不對 他寫這個三國野尼喔 是到五十多歲的時候 他才 才寫 寫得比較完整 但是他後來喔 據說啦 他還是等他死了以後再出版 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我這邊跟各位報告 他這個 對這個施奈焉喔 他對這個施奈焉喔 他對這個施奈焉就是把它當成 施奈焉喔 我一直講錯 這個字我都一直唸 唸 唸錯了 這個破音字 有時候因為我習慣 以前小時候 施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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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焉 這樣搞得亂七八糟的 這個 中文字喔 有時候就是這樣沒辦法 施奈焉 對不起我剛剛講錯 不是施奈焉 施奈焉 應該是焉啦 這個人施奈焉 就是什麼呢 他 他這個比他年長差不多20歲 比羅冠宗嘛 所以羅冠宗把他 當為老師 也把他當做朋友 很尊敬他 記說啦 施奈焉 施奈焉 施奈焉他寫那個水浮傳 其實裡面喔 有很多章節喔 是誰寫的 羅冠宗 但是喔 他都是講說 啊這個是 我的老師 施奈焉寫的 包括他有很多作品 你不要以為說羅冠宗只有寫 三口眼裡這本書 不是 所以他寫很多小說 古代的小說 都不錯 但是最出名的是三口眼裡 他有很多小說 都假托是那個 施奈焉寫的 不是他寫的 他很謙虛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說 他就很尊敬 尊敬前輩 有時候人家問他說 沒有沒有這個老師寫的 啊我只是 包括水無段 其實就是他也寫的很多 他就說啊這個是 施奈焉寫的 給他出名 施奈焉這個人他是 活到76歲 他是好像1296年 我查了一下 到1372年 你這樣算就是 76歲 施奈焉 施奈焉這個人就是 他文采很好 然後說實在 就是羅冠宗要 感謝他了 因為他教他怎麼寫書 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天生就會 自己會換尿布的 當然是要透過血洗 啊施奈焉就要帶他進入這一行這樣 大概是 大致上就是這樣 啊這個人其實他還蠻可憐的 施奈焉比較可憐 羅冠宗比較沒有 因為他受到文之音 他寫那個水虎傳啊 水虎傳就感覺反朝廷啊 那為什麼 什麼 楊三伯108條好漢 跟朝廷作對怎麼樣 啊這個朱元璋就把他關起來 他死在於那個 洪虎三年 就是朱元璋那個年代 把他關起來了 把他關起來了 那後來的 他是在義宗 有一個版本是這樣講 他當然這個已經無法查證了 結果他在義宗也在寫 後面的那五十回 他繼續寫 寫了以後 志願章看一看 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反變之音 他寫到後來就是 這108位 英雄好漢歸順朝廷 把他放出來 其實志願章這個人 我們現在現代人講沒關係 這個人根本就是王八蛋 為什麼 你想想看 施奈安 施奈安是文人 他守無搏擊之力 他會造反嘛 他也沒有軍隊嘛 對不對 這是因為他寫的文章 他媽的你覺得不 不爽 就先文字義 就要把他幹掉 所以有很多人講說 怎樣怎樣怎樣 要反清復明 明朝末年的時候 我中文在想 幹嘛反清復明 明朝很好嗎 當然清朝也不見得很好 有一些缺點 清朝也是有文字義 明朝不好啊 為什麼不好 清元章這個王八蛋 他這個朝代就是有東廠西廠 有錦衣衛 文字義 這怎麼會好 有什麼好呢 而且志願章這個人 你看看 他劉伯溫 我們很麻糬 哪有很麻糬 他給他封陳義伯 公和伯子蘭 李善章他給他公 公 溫人子有一個公 其他他有封五個公 另外那四個都是武夫 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 他比較注重武的 那小時候也是段期 劉伯溫怎樣跟他怎麼麻糬 好像兄弟一樣 其實沒有 志願章再沒有那個遇到 劉伯溫以前 劉伯溫也是別人介紹給他的 說好吧 就叫他進來吧 如果所以他很注重的話 封公吧 沒有吧 封伯 伯很小耶 伯子有那個子跟藍 藍就是賤名耶 對不對 啊子 子就是那個讀書人而已 是 等於古代是 他放他薄 而且給他放路也是很少 有這種事嗎 我們兩個很麻糬 我給你很少 對不對 這個扯淡嘛 所以志願章這個人 就是不好 啊其實 我有看過一些 野史比較 這樣也是研究比較 文獻我都是比較的 不要說只看你一個版本 志願章其實 還沒有遇到李柏雲以前 他們也是打戰都勝利 天中英明 他沒有失敗過 他很厲害 他還需要李柏雲嗎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歷史有時候都亂寫 那其實 有很多人 都是在他 一些 一些那個作家 他在他死後 才把 才敢把他的書 出版 那這一本書 商工人的記者 也是他死了以後 才出版 那我當然詳略行 我們不太清楚 還是他快死的時候 出版有另外一種 版本是這樣 他出版是 跑到福建那邊去出版 因為聽說那時候 福建的 出版事業比較滑達 總之 外國也是一樣 外國以前 中古世紀的時候 有一些科學家發覺說 地球是岩的 現在小學生都知道 你變成常識 他怕得罪一些宗教家 跟家裡的人講 等我死後 才發表我的研究報告 不然麻煩 當然外國 比我們古代的中國好一點 他沒有什麼醉豬九族 就是煙流佛載有的諸主 誰換法 我找哪一個 誰觸換到佛 我的宗教 我就找哪一個人 沒有說罪集家族的這種事 大概是這樣 這個大家講一大堆 使我讓人周全 在此與各位 共同探討之 敬祝各位的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謝謝 謝謝